請各位幫我開這一題好了 這一題是Google試算表 它有那個表單功能 那表單功能的話它會幫你填完資料 像你們最早做那個問卷有沒有 我不是最早給各位做一個課前問卷 那個問卷其實是Google的表單 它會幫你把結果存在Google的試算表 那可是問題喔 它那個試算表裡面的結果 各位可以看到你把它打開這個範例 那這邊的話會有一個需求 這個需求的話就是 剛好有同學問到說 那可是我希望把這個資料拿到Excel來做分析 那可是它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複選題的部分有沒有 你會發現喔 它是這樣放 它是如果複選題可以選一個 有沒有 比如說這個問題是什麼 你希望商量可以拿部分為主 那比如說這個一個兩個 有很多個選項 那其中的話呢 它得到的結果 如果它有選一個 那就是一個 可是如果有三個的話 它我是希望說 可以幫我怎麼樣 把這三個分別切割完之後 然後垂直放 有沒有 所以喔 這邊的話第一個啦 第一個這個一個是比較單純 可是如果三個的話 那我有什麼方式可以讓它放垂直三個喔 所以第一個需要怎麼樣 把它切開來 這有點麻煩有沒有 把這個切開來 那切開來的話當然呢 你可以用知道剖析啦 可是剖析的話 它一般會剖到橫向的 有沒有 可是我不是要橫向的喔 我是要變成什麼 縱向的 一二三 有沒有 這一個是放這邊 一嘛 這邊二 這邊三 那後面這個是四個 那就一二三四嘛 AX類推 所以呢 我如果希望呢 把D欄的資料有沒有 把它切割之後的結果 放在我的G欄的話 那這個地方應該怎麼做 OK 所以如果假設啦 我用函數的話 這個怎麼做 函數內建函數有這個東西嗎 有沒有Sprice函數嗎 切割函數嗎 我看 插入函數裡面有沒有那個 文字雷裡面有沒有Sprice Sprice的資料剖析啦 可是這邊 我函數類裡面好像沒有Sprice 但是 裡面有一個是資料剖析 這個應該之前有用過嘛 資料剖析啦 可是你資料剖析 假設用豆點 有沒有 你可以這邊用豆點嘛 但問題是你下一步之後呢 你頂多只能夠把它 放在哪一個儲存格 開始 問題是這樣嗎 G3好了 按完成 它會變成一二三 三個 那你要怎麼把它放往下 除非說你把它複製之後 然後用轉字的貼上 轉字 問題也不行啊 那我們還是要用人工的方式 這邊有個轉字有沒有 你是可以轉 轉字的話就是 本來是水平的 它貼上來就變 轉字就是變垂直的啦 OK 問題不對啊 你也不可能人工嘛 你先知道剖析 然後再轉字 知道剖析 如果這邊夾這1萬筆的話 你不是要做1萬次嗎 所以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所以啦 如果想不到用怎麼函數 跟各位講 目前這個問題 那頂多只能夠用VBA的方式 所以這一題的話 說真的 這個應該沒辦法用函數解 而且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我問過嗎 可不可以用公式 它也可以給你一個公式 但是這個公式的結果 好像也是跑 而且它執行正列 所以它跟你講說 請你用VBA吧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先想想看 有沒有更簡單的方法 可以把這個問題解決 那我的需求是 把低欄喔 它可能有多個選項 變成垂直的 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那以前的做法的話 說真的啦 真的就自己寫 我最早是自己寫 哇那真的是太複雜 底下我有把以前寫的過程 把它列在這裡 所以以前光教這個範例 這一題我都不太敢教 因為我剛剛要講這個講解 讓同學知道該怎麼寫的過程 哇那就是真的複雜 現在有QHGBT 我就相對比較敢講 為什麼 因為都讓QHGBT幫你寫 你最重要的是第一個 要怎麼問QHGBT 第二個的話 他給你的程式 你要怎麼用 這樣就夠了啦 說真的你如果有時間 你說老師我想要腳踏實地 我想要一步一腳印 慢慢學 沒關係你就自己再去看一下 或者你Google查一下影片 YouTube上面查一下 我以前上課的影片也可以 裡面應該都有講 但我覺得光一提就講很久 實在是不好理解 所以我覺得用QHGBT應該快很多 那所以首先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我的對話 第一個就是幫我 所以我要怎麼敘述很重要 那敘述的話當然開頭 理論上我最早是什麼 就是直接就是怎麼樣 跟他講說幫我撰寫Exail公式 其實也不用啦 因為這個這一題 理論上一定是要寫VPA程式的 所以我直接就跟他講說 我的資料在哪裡 所以我第一個 我就是敘述一下 我的資料在哪裡 那因為第二的部分 它是一筆 所以一筆其實說真的 根本看不出說 他到底要 你要叫他做什麼 所以我乾脆用D3好了 以D3當成是練習 那我是建議你不要一下子 誒野心太大 希望全部做完 你就跟他講說 你先幫我做一個 如果我第一個D3可以切成G G3到G5好了 有沒有這個 這樣OK之後的話 那你有這個概念你在延伸 我覺得你比較能夠理解 而且也比較不容易失敗 所以我第一個我先跟他講說 我請你幫我做什麼 幫我將D3 D3的話是這個儲存格 然後我甚至把裡面的這些資料 直接就把它放進來 貼過來 或者是例如也可以 例如什麼 你跟他講一下 然後我就直接把這個資料 先把它複製貼過來 然後跟他講說 請你幫我分割痘點 到哪裡 到這個應該打錯了 應該是G吧 G3到G5 有沒有就是把它切割過來 這個是G欄 我以為D到 中間其實有隱藏欄位 好 那接下來他就幫你把它 這個程式寫出來 有沒有 他底下說 你可以使用以下的VBA程式 將D3的內容 根據d號分割 所以他其實是理解的 並將結果輸出到1 這個應該是改成G的 所以你們等一下自己 我把它先改一下 G3 所以這個可能要改一下 他的位置 不然的話你輸出結果 會看不到東西 好 那其他的話應該就D3 所以這個程式寫完之後 我們大概知道一下 他大概怎麼寫的 所以他寫完之後 他就得到一個Sub名稱叫Sprint Test 顧名思義 就是什麼 分割文字 應該可以理解 那他怎麼分割 當然第一個 他是先用那個什麼 先取得D3裡面的資料 先丟到這個變數裡面 叫Source Test 所以他就把D3 有沒有D3就是這個 這一串文字丟到這個變數裡面 那再利用什麼呢 利用有個函數 VPA裡面有個函數 叫做Sprint Sprint就是切割 其實就是資料剖析 然後把這一串文字放進來 根據 痘號去做分割 不過他好像蠻聰明的 我發現這邊有個空白 是不是我給他的資料有空白 我看 對好像這邊有個空白 我沒有注意到 有沒有 所以他的分割符號 應該是豆點加空白 所以他其實還蠻厲害的 這太細心了 我自己 如果自己寫的話 我可能只會看到空白 還不會注意到那個 豆點 有沒有 豆點 他還蠻細心的 他真的幫你看出空白 OK 那切割完之後的話 當然就是裡面的這三個資料了 所以特別注意 他用Sprint切割完之後 前面這個叫SprintValue 他會是一個陣列 OK 所謂的陣列的話 就是裡面 他用這個大瓜糊裡面 放了三個資料 而不是只有一個資料 OK 所以你會發現他後面 如果要把這個陣列裡面的資料 通通取出來的話 一定要跑一個4圍圈 那因為這個陣列裡面的話 有三個 他的編號是0開始 所以是012 有三個 所以他這邊的範圍是0到 這是upbound 這個指的是什麼 這個陣列的最大值 所以這個陣列因為是012 有三個東西 因為我們切割了 我是給他三個東西 所以0到最大的那個應該是2 所以得到的結果是2 所以0到2 然後做什麼呢 分別把那個資料0 第一個放出來 然後放在g3 有沒有 那這個地方有個offset offset指的就是偏移 偏移什麼意思 因為我等一下要往下放 所以他先放在g3之後有沒有 然後再向下偏移 特別是offset的這個瓜糊裡面 這個是列 這個是藍 意思是說你要偏移起列的意思 所以如果假設是0的話 當他是0的時候 他就放原來g3的位置 當他為1的時候 他這個數字 offset1 那就是向下一列的意思 那這個是列 這個是藍 意思是說移動一列 但是是同一藍 同一藍不就g嗎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向下一列 然後把資料往下放 這樣ok 所以他就寫完 因為這樣寫完還蠻合理的 裡面可能 不過這裡面 有些地方可能對同一來說比較難 這個是正列 這個是偏移 這個是偏移幾列 偏移幾藍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好 那把這一段程式複製一下 那我們來試試看有沒有成功 如果這個成功 你再往全部 你不要一次野心太大 想要把全部通通執行 可能會很容易失敗 試一下 所以這個一樣 一樣先插入一個什麼 模組 然後把剛剛的程式貼上 所以這個一樣 那我接下來的話 就把它執行看看 如果切割可以到g3g4g5的話 那應該就成功了 OK 試一下 執行 記得 油標一定要放在這個 end sub 跟end sub 中間 我看我按F8 好了 不要一下全會 全會跑太快了 F8 F8的話就足方跑 所以你會發現 現在這個sourcetest裡面就放 有沒有 就是那個d3裡面的資料 他再把它切割 切割過來 這個裡面的話就正列 可是你會發現 你現在油標放上去 他沒有辦法顯示這個正列裡面的資料 因為有三個 所以如果將來 你希望看到裡面的正列 你可以有個方法 請你執行過之後 再按下滑鼠右鍵 然後這邊不是有個新增監看式對不對 這招其實可以學起來 以後如果你說 是正列太抽象了 你叫我想像 我現在沒辦法想像 你可以具體讓我知道一下裡面放什麼 有個方法 就是你直接執行過之後 按滑鼠右鍵 新增監看式 意思說我要看正列裡面 裡面到底放什麼東西 好 新增 然後它的這個名稱 你就按預設就可以了 按確定 你可以看到這個時候 底下就有個監看式 這個監看式 就可以監看正列裡面的東西 你會看這邊有個加號對不對 請你把它展開 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就告訴你說 如果Split Value刮弧1的話 裡面就放什麼 放這個 有沒有 就剛好是這個D 有沒有D3裡面的第一個 就放在0裡面 這個放在1裡面 這個放在2裡面 所以它這邊會跟你講說 如果將來Split Value 刮弧1是放這個 2放這個3放這個 OK應該可以懂吧 這個叫監看式 當然這個主要是輔助 讓你比較知道說 這個正列的值 再來的話 當然因為裡面有三個 我要把每一個切割之後放這裡 這要怎麼做 所以我這邊需要跑個回圈 回圈的範圍一定是0 有沒有從0開始 特別重要一定是0 正列一定從0 不是從1 這個可能要特別小心 那後面的話 我怎麼知道 總共切割之後有幾個 所以這邊可以用一個函數 叫Ubomb 這個Ubomb的話 你刮弧之後給它正列 它會直接返還它這個最大值 就是2的意思 所以得到的結果就是2 OK 那也就是0到2 那你說老師 那不是直接寫2就好了 可是問題現在這個 有三個是2 可是如果四個 那就四個五個六個不一定 OK 所以以後的話 你可以用Ubomb 得到它的正列的 它的總數-1 OK 那分別的話 再把資料放進去 所以這個Obset 目前I如果等於0的話 那就放在G3 同樣的位置 所以這個時候I等於0 對不對 所以指的是這一個 放到G3目前的位置 放進去的 那NASI的話 下一個 I目前的值如果等於1的話 意思是說 把這個1 就是VBA入門解說這個 放在哪裡呢 因為我Obset目前也是1 所以它會向下一列的意思 那藍的話是0 所以在同一藍的下一個 所以這一招還蠻好用的 說Obset以後如果說 你是連續放的話 而且是往下放 那這個可以把它學起來 Obset 幾列幾藍 OK 所以這個的話下一個 然後再來就下一個 好就完成了 那你說 那目前只有1個 那其他怎麼辦 其他就從這邊衍生就可以了 這個要怎麼做 如果你不會寫沒關係 你可以把這個問題接著繼續問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剛剛我講的這個部分 先了解一下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 如果全部 有沒有這邊一堆 從D2一直到D28 我希望可以幫我直接就放過來 就是G2一直往下 放在G藍的意思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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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